连王思聪也爱的寿司店真的太会玩了 在米其林遍地开花的东京 想靠寿司出圈 那必须要有两把刷子 而我说的这把刷子还得是用驴盘的才行 Sushi Tagamizu的主厨安田先生 虽然不是师出名门 却充分抓住了时刻的痛点 成为了近年来东京一路飙升的寿司店黑马 一进店专柜的气息扑面而来 产自大间的金枪鱼摆在了LV的行李箱上 就连聪明绝顶的主厨头上的面罩 也是LV定制的果然妥妥的铁粉 板前堆满了店里引以为豪的海胆衫 虽然现在不是吃海胆的季节 但这阵势也太烦塞了吧 来自不同产地高品质的海胆 一字排开瞬间有了分牌子的快乐 Tagamizu的走红不光是LV 爱马仕Supreme的加持 安田先生16年的修行 对寿司的造诣已经是米其林的水准 食材更是精挑细选 你想要的品质他都会去竞拍 店里上菜的顺序 没有传统寿司店的严谨 更像随意风格的吧 让美食和美酒对你轮番进攻 油脂丰富的大腹剁成鱼泥 再加上一勺满满的鱼籽酱 放入口中 闭眼享受就好了 白松露和海胆的搭配 鲜味和香味缓缓化开 体验到了双倍的快乐 安康鱼的手卷加入了瓢瓜碎 鱼干很香还解腻 最后桌上的大排筷子把我给逗乐了 安田果然是一个勇气的灵魂 整个店里洋溢着欢声笑语 高级食材下充满了市井之中的烟火气 这样的气氛格外讨人喜欢 关注我一起吃遍日本美食